全球智能手机企业争相推出了折叠式产品 虽然生产折叠式手机的品牌很多 但最核心的也是难度最高的零件 就是那块可以折叠的屏幕 除了要保证显示质量的同时 还要保证折叠的寿命 所以说折叠屏可以说是OLED屏幕里面的 极大成之作了 本期我们在收集信息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专门的网站 可以确认智能手机面板是否为三星产品 可以说三星确实在OLED领域很有自信了 而在网站里面查询机型 你会发现除了三星自己的手机之外 OPPO、微博、小米的折叠屏都选择了三星的屏幕 占据了绝大多数折叠屏产品 除了搜索智能手机是否使用了三星屏幕 这个网站还介绍了三星OLED使用的各种技术 扯远了 今天我们要聊的重点就是 给之前还不怎么了解的小伙伴 聊一下为了让屏幕能够折叠 都使用了什么技术 好的 我是双九 欢迎收看本期小伙伺评 想要屏幕可以折叠的第一步 就是先要干掉屏幕上面不能弯折的东西 机板 OLED的结构可以简单的分成 机板、驱动、有机发光单元以及封装这几层 以往OLED的机板大多都使用玻璃 简单好用 还能够忍受住OLED生产过程中的高温和其他方面的影响 但最大的缺点就是 玻璃是硬的嘛 很难做到足够的弯折 那有没有什么能够弯折 还能够作为机板 同时还能满足OLED生产需要的材料呢 有 这就是PA 巨线压岸薄膜 用你最熟悉的名称来说 就是塑料的一种 如果你见过这种黄色耐高温胶带 它的主要成分就是一种巨线压岸 柔软耐高温 同时也能承受折叠 但现时有个问题 就是PA薄膜实在是太过柔软了 怎么生产呢 先要将巨线岸薄膜固定在之前的玻璃机板之上 再按照之前的生产流程进行 最后再从玻璃机板上给玻璃一下来 有些小伙伴可能有印象 在折叠屏出现之前 比如三星就已经推出了柔性OLED 也是通过将玻璃机板改为PI薄膜 相比于玻璃机板的硬屏要更薄一些 同时也更加耐摔 这或许就是三星为折叠屏卖出的第一步 下面的问题就是屏幕的保护层 用来触摸的那层玻璃 它也不能弯曲 那是不是也可以换成PI薄膜了 当然可以的 这就是最早的折叠屏了 三星Fold初代所使用的技术 但PI实在是太薄太柔软了 在面对日常复杂的使用环境时 很难有效的保护屏幕 那还有什么更好的材料吗 既能够保护屏幕的同时还能够弯折 兜兜转转 最终又找回了之前被我们抛弃的材料玻璃 问题就是怎么让这种硬的玻璃能够弯折 那就是将玻璃打磨得足够薄 只要够薄 什么材料都能够弯曲了 有多薄呢 30到70微米左右 比如最先打入轻薄折叠阵营的 小米MIX Fold2屏幕 就使用了三星的UTG玻璃 厚度就只有30微米左右 而一般的 头发的宽度 是在60到90微米 如此鲜薄 自然不仅满足了折叠屏 需要弯折的柔韧度 相比于PI薄膜 薄里的材料 也可以更好地分摊屏幕受到的压力 同时也更加耐用 并且小米也表示 下一代折叠屏会有更大的改进 不知道是进一步轻薄 还是屏幕有进一步的提升 我们拭目以待 抽眼了 继续说屏幕 折叠屏除了能够弯折 自然少不了备受关注的折痕问题 比如我们手里的这台OPPO的FinderR Flip 折痕控制就很优秀 我们工作室一个小伙伴 正在使用这台机器 相比于工作室另外一台 我们之前测试的不太实用的R Flip 它折痕的区别并不是特别大 当然这肯定还是不能和新机相比的 想要完全没有折痕 目前的材料学是肯定做不到的 但是这种折痕日常使用 可以说没有什么影响了 同时这两台手机的脚链手感差异也没有很大 脚链的设计当然也是折叠屏重要的一环 不过本期的重点我们还是聊屏幕 如果你在Olet Finder网站里面查询 能够查到R Flip这款机器 也是搭载了三星折叠屏的手机 可能还是有小伙伴比较担心折叠的寿命 按照三星官方20万次以上折叠寿命 一天你折叠100次 可以使用5年不会因为折叠出问题 并且三星Folding Durability折叠耐久性测试里面 也表示自己的屏幕能通过60度以上的环境里 超过15万次的折叠 以及-20度环境下的正常使用 所以说除了尽量避免硬碰硬的磕碰之外 日常使用已经不需要那么担心了 而如果你在Olet Finder里面搜索 同样使用了三星折叠屏的Vivo X Fold 2 也可以看到X Fold 2的具体配置参数 比如它的峰制亮度可以达到1800尼特 不仅在室外使用没有什么问题 在观看HDR视频的时候也能获得更好的体验 除此之外 X Fold 2的屏幕还获得了SGS低蓝光认证 GHDR10加和杜比世界的认证 确实是极大成制作了 如果你在网站里面查询了手机 就比如搜索小米的Mix Fold 2 除了给出Mix Fold 2的屏幕参数之外 页面下方还列举了为什么要选择三星OLED的优势 首先就是三星OLED开创的钻石像素排列技术 这个很多交班都很熟悉 以钻石形状排列的像素可以有效的表示直线和斜线等各种线条 可以在OLED生产和显示效果中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 其次没有背光的OLED相比于其他显示器 塑料使用量仅为1% 特别是EcoOLED技术 甚至不使用偏光片 相比于传统OLED又减少了一层塑料的使用 还更加环保一些 第三涉及护眼功能的OLED蓝光问题 在使用暗模式时 现在的OLED能够减少最多78%以上的蓝光 减轻高能蓝光导致的疲劳和负担 最后就是画质 如果你喜欢看电影和视频 好的色彩和显示展示很重要的 DCI-P3120%的色域覆盖 可以精确地呈现画面的色彩 钻牌大多数的交班都有一定的了解 紫像素的排列会很大程度上影响画面的观感 比如之前的小花鸭和Delta排列 它们的显示效果都是不如三星的钻牌的 比如在显示斜线的时候 钻牌的表现会更加的清晰 而其他排列可能就会丢失细节 而特别讲究横屏竖直的汉字而言 这种细节就会影响到清晰度的呈现 这也就是为什么 即使它的纸面参数分辨率看着都是差不多的 但其他排列这个文字 你看起来就会有一些发虚的问题所在 第二条环保是什么呢 这就是三星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技术 EcoOLED 传统OLED屏幕的电路都是一层金属镀层 正常的情况下会反射光线 导致屏幕会看起来有些发白 就像是白天看投影一样 而为了避免这种反光 就会在发光层的上方新增一个偏光膜 阻挡反射的光线 但是这样就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 除了反射的光线被阻挡了 OLED发的光也会被阻挡 这就导致屏幕的亮度要降低50%以上 三星EcoOLED技术 就是确保减少反光的同时 取消了这层偏光膜 同时因为取消了偏光层 OLED的亮度还可以进一步提升 根据三星官方的数据 最新的EcoOLED Plus 相比于传统OLED的亮度 可以提升68% 同时还能降低52%的电量 而与需要使用至少两种偏光膜的LCD相比 OLED对于塑料的使用确实更少 自然也会更加环保一些 这几年国产屏幕确实又飞速的进步 我们视频里面也提过几次了 我们也非常高兴 但是不多不说三星依旧是顶级OLED领域的老大 比如UTG等等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三星都是最先卖入的公司 而除了上面提到的许多折叠屏手机之外 许多纸板旗舰手机在OLED Fender这个网站里面 都可以看到是使用了三星的屏幕 例如除了三星S23系列 OPPO的Fed系列 小米的Pro系列 Vivo的X系列等等 即使不是三星的手机 也都使用了三星的OLED屏幕 当然网站并非只有搭载了三星手机的型号 如果你搜索1加142 Vivo X90和Pro OPPO Reno9 ProPlus等其他手机 它们也都会显示是否使用三星的屏幕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自己查询一下 你正在使用的手机 或者准备购买手机的时候 也可以去搜索一下 那款手机是不是使用了三星的OLED OK 受限于视频的篇幅 还有很多其他技术没有提到 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在下方给我们留言评论 或者发弹幕 如果觉得这样的视频对你产生了一点帮助 可不可以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 特别感谢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